請你請坐 各位董心前輩大家好 今天我們這支口要來分享 要向我們做 台灣民政富士兵的思法改革 未來思法改革的目標 和要來漫談 對我們真的 台灣的租款者 和簽名者的憲法 中華民國 沒有我們台灣的租款 這是美國的思法部門所說 也是他們的行政部門所說 這都有 黑衣的政策 全世界都知道中華民國 不是一個國家 他是一個立法政府 所以他們在國際上的 他們進行的名稱就是 中華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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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思法 全世界的思法部門 都有一個形象 有一個標準 這個標準就是叫做正義女神 正義流行 正義流行是一個女人的行程 是我們要用女人的行程 因為犯罪者 可以比永遠 像 孩子 未成年 孩子才可以 受到 容忍 才能夠容忍 可以做適當的矯正 可以做 比較適當的 程度上的一些容忍 所以 我們就用 男人的行程 就是一個母性 男人的母性 他對犯罪者 好像有分說 那個人未成年 我可以當容忍 他 那個 如果成年 成年後 就 報到容忍 這樣 手 拿一支 鑑 曾先除二的 絕對制裁力 這是我們各個 各個政府 各個國家 他們的 立法權 所賦予的 司法權 先有立法 才會有司法 這司法就是 執平者 立法權 就是 定罪者 另外一手 就是 拿到天秤 標示公平的心盤 眼罩 用一個眼罩 把握起來 全世界 的那個 爭議女神 都一樣的形象 眼罩都把握起來 無視被告的容貌 全力 一律 就是以天秤上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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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稱重 就是那個 罪惡 跟那個 正義 的那個 比較 來做一個 絕對的那個 評估 首先 我們來認識我們的 租款 和大陸 和大陸 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會比較複雜 就是因為 當初時是 麥克阿瑟的意向命令 讓 很快 台冠 1945年的時候 給他台冠 結果他1949年的時候 沒有把台灣建制一個民政府出來 讓台灣 嚇到他 立足 結果他 靠自己本身的男性政權 靠他 那個 做毛鐵黨那邊 所謂 他們做那些 流氓 來在 那個 台灣 台北那個地方 在我們 左手邊 這是 美國 美國 司法部門的一個 logo 中文這個是 主權者 這就是 那個 日本天皇的一個 匯章 這就是 那個 橘文旗 這是那個 台灣主權的一個 象徵 左手邊 這是 中華民國憲法 第二條 叫做主權債民 他們的主權債國民 看好 中華民國 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全世界 只創意國民而已 他們沒有一個 公民的觀念 其實 那些比較先進的國家 都是在公民的手段 只有公民才有 才有 才有實證權 我們的孩子 小孩子 他還不具備 那個 的地位 沒有基於地位 沒有那些很正確的 能夠 那個分辨是非 黑白的時候 你不能讓他參政權 因為參政權是一個 那個 那個 你的力 如果用不到地方 你會造成社會 那個 不良的 那個 引導 像當中華人 那個 文化大革命 你都知道 有聽到說 紅衛兵 紅衛兵都叫一些 微生年的小孩 來 配搬他自己的老爸 去配搬他自己的孫子 配搬他自己的老爸 他自己的阿公阿嬤 全補 那些校道 那些 就是中國他們那邊所團的一些孝道所有的 包括說 他們的一些宗教 宗教 宗教 全部都給他們律翻 他們就是用一些小孩 用國民 不用公民 他們沒有是非觀念 還沒出社會 還沒住 事故頭還沒帶著 就在處理事情 所以他們叫做十年浩劫 那是中國那邊 所産生的 所以全世界 像中國宗教 宗教 公民這個觀念 所以我們這裡就要 就這個機會給大家提醒 中華民國的憲法 第一約 就已經違反世界的交流了 我們來介紹 台日本帝國憲法 因為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是在1945年的時候 美國所見 美國和日本 太平洋戰爭 戰爭之後 他們在1945年的時候 日本國在1945年的協制之下 他們有改 制定新的憲法 叫做戰後憲法 就是他們現在日本在使用的憲法 在我們台灣這邊 一年以來都沒有一波我們自己的憲法 我們後面 台灣民政府一邊 要去營養 要去輸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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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參照 台日本帝國的憲法 現在目前的憲法就是台日本帝國的憲法 不過比美國所暗示 台日本帝國的憲法有七張 有七張 全部包括補責 包括他們的修行程序 全部只有76條而已 全部都是七張 76條 這是我們在我們的道修行程序 這是 中國憲法的本文 這是他們的憲法 讓這部憲法 當然是這部憲法 明治憲法 讓這部憲法 生效的就是明治憲法招數 就是這個天宏的教書 讓這部日本帝國的憲法 生效 所以招數 天宏的教書 在憲法之上 這是日本國的特色 日本國的憲法的特色 這是台日本帝國 他總共有七張 第一張就是天宏的管理 跟他要做一些工作 第二張就是 身民的管理和義務 第三張就是議會 那些人民 帝國議會 跟他們的規則 跟他們的民民 他們的民民 他們還有一些無數 一些階級制度 當然現在已經廢除階級制度了 新的憲法 廢除階級制度 後面我們台灣 因為各位 後面很有可能會來 參與到我們台灣 制定我們台灣基本法 因為被美國所佔領的狀態之下 要來修這個台灣基本法 所以大家要來了解這個東西 有時間的時候 我們回去的時候 可以多少看一下 裡面的條文 一些已經和時代 比較沒有什麼樣的 一些沒有法調流的東西 包括像這個幾十個制度 我們就不要延長 廢除 再來第四張就是 國務大臣 國務大臣跟蘇秘顧問 第五張就說到書法 日本、中國也是有書法 再來第六張就是 說到會計制度 他們裡面的會計制度 第七張就說到補責 來日本、中國憲法 他們叫做絕對君主制 絕對君主制 在建政 在日本國修憲之前 戰前憲法 他是絕對君主制 所有的管理 所有的管理 全部分都在天皇手頭 剛剛一方沒有 才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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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議會 就是在人民的手頭 皇帝可以做任何的決定 包括選前 不過 要拿錢 不拿錢去處理 就是做人民 做公民 他們的公民做代表 但他們要做 幾組圓 做決定 當然現在是不一樣 現在 日本國修憲之後 叫做二維君主制 二維君主制 已經不是絕對君主制了 日本 第七十三條 就是在說到這個修憲程序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第七十三條 跟現在 大日本國 現在 所用的憲法 就是 經過到既的憲法 既的憲法 既的憲法 第七十三條 所規定的 在1946年 十一月的請三公報 1947年的五月請三公報 是四 經過到日本國憲法 第九十八條 這就是在銜接 新舊憲法之間的銜接 我們從這裡來看一個 一個東西 就是說 日本這個國家 有因為戰爭 來 中國的國家改革 是沒有的 它只是 做修憲的程序 不是做自憲的程序 一個國家 別忘了之後 中心結立一個國家的時候 需要座憲 你如果是改變政體 改變一些 處理事情的一個規則 叫做修憲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所以古憲法第七十三條 和新憲法第九十八條 我們都要來了解 這就是銜接之間的關係 第九十八條的第一項 頭上有寫 在台日本 帝國憲法的前提 所成立的法力 如果跟新憲法 違反的時候 古憲法的條文就失效 自動失效 不過有的說到 另外一種解釋是說 只要不違反到新憲法的內容 古憲法 一樣 有的可以實施 所以他們這個東西 這個要做法令 我們台灣有這句話說 新勵無疾 古勵無別 新的和古的 全都是以新的為標準 這樣 這就是當初是那個 那個交互時代 他那個 辦佈新憲法的 天皇造書 天皇造書 按照第七十三條 那個規定的天皇造書 他的一個 一個翻譯文 我有把它翻譯起來 天皇基於 基於日本國總體名義 和新日本建 建設基礎上 經過那個 書密院 他們當初是校書密院 的諮詢 經由大日本帝國的 第七十三條 所以新憲法是 對 古憲法的七十三條 所以延伸出來的 所以他這個 古憲法是 不消失的 他的法源就是 來自於這裡 不是 天皇 把那個 建國國家結束 跟他建制的一個國家 不是 這是一樣 建前跟建後 是同一個日本國家 現在 經由大日本帝國憲法 第七十三條規定 由 帝國 議會標決 批准大日本帝國 的修正案 所以現在新憲法 是叫做 古憲法的修正案 新憲法 都總有一十一中 一百二三條 修憲 修憲後的 日本新的 現在 我們現在 母國日本那邊 修憲的憲法 就是 第九條 放棄 選政權 正跟 西方 普世家的 自由憑定的觀念 和南路憑法 以這個前言 日本 這是 新憲法 就是日本國 目前的憲法 他的前言如下 日本國民 決心通過 正式選出的 國會中的代表 來行動 為到我們的 我們跟我們的 怕孫 跟國國人民合作 來取得 成功和自由 帶給我們 全國的文匯 消毒 因為政府的行為 聽到沒有 因為政府的行為 離在處 發生建後 來選擇 把這個租款 受益國民 這個租款 叫做 這個租款 叫做 主權管理權 不是天皇 拿到台灣 像台灣那種主權 所有權 不是所有權 是所有權 是所有權 所以我們可以看 所以 當初時 在當初時 天皇是怎麼沒有 被拼 就是因為 這個行為 是政府的用 是本政府的行為 不是日本天皇的行為 是日本政府向美國選擇 不是日本天皇向美國選擇 這大家要分辨清楚 再來我們來介紹 減領者的憲法 減領者就是 美國 這是 減須兵 這是美國司法部會的 落國 在減須兵 這是美國憲法的一個標誌 這上面都是13元 這13元 標誌就是 遮現的時候 他們美國遮現的時候 都是13元 都是13元 他們這個憲法就是 上面有規定 美國選擇一個 國主 各自擁有主權的州 所組成的一個聯邦國家 他是每個州都有主權 所以他們也有州立法權 也有州他們的州的 那個立法權就是 等同說他們的州的憲法 一樣 所以但美國 我們可以看 一個國家有死刑 沒有死刑 我們用這個死刑來譬如 有沒有實行 但美國來說 是不絕對的 有的州有死刑 有的州沒有死刑 這就是各州的人民的那個 主動議事 就是一個意義 所以他們叫做一個聯邦國家 他們叫做聯邦國家 因為他們的主權 是在國中的州頭 不是在聯邦政府的州頭 美國憲法就是在說三權分立 我們常常在說三權分立 跟五權分立 有什麼不一樣 我剛才要向各位做個介紹 三權分立就是立法權 跟行政權 跟刷權 行政、立法、司法 中華民國立邦政府 他們叫做五權分立 他們叫五權分立 叫做五權分贈政治 他們對那個做行政權 他北施出他的口氣權出來 所以他的官員都是經由口氣 交給行政部門去使用 現在官員 譬如說貪污夫法 或是說他代夫職守 行政權 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只是負責 他那個人表現不好 他會說 那是口齊 口齊的時候 有問題 那個人不是我照的 那是口齊人去照的 口齊人說我照的時候好好 人是在你那裡出事 所以在你那裡出事 不可以跟我負責 兩個人都不用負責 所以他們的官員 很多就是這樣 那叫做官官相互的法則 所以這個口齊款 但我們台灣民進府 那裡出事 那些口齊款 要行政權 讓他們 那個有權 也有責 當然這個結論是很重要 你有任命的管理 你就要去做做得好 來幫你家種 做不好 你就是要負責 所以他們現在 中國民國官員都不用負責 像我媽媽他們那邊 爸爸風災 小林村那邊滅村 因為我媽媽他們那邊 後頭那邊滅村 一些證明 青幾月會想外台 結果有 官員負責嗎 沒有 權責不分 權責不分 有他們都在他們說的 再來就是這個 資格款 我們在台灣 立望政府 在時事的 把監察權 檢察權 對他們的司法權 把保證出來 所以他們的司法權 沒有檢察權 中國民國司法權 沒有檢察權 他們的檢察權 也沒有司法權 因為司法部門 他不能主動去進行 就要 如果人民有發生什麼危險的時候 你像說最近有些人 很多地方都在強增土地 那些人會去 還有那個 檢察院 監察委員 那個任期制 他去調查 調查之後 那份報告下釋 拿去 俗法機關的時候 俗法機關 給他當作參考用 當作參考用而已 不是拿來用 是參考用 看著用 所以他們這個五權憲法 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 後面回歸成 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 有權就有責 有權就有責 再來第二點 就是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 美國是一個 以人權立國的一個國家 再來第三點 就是聯邦體責 再來第四點 就是憲法治障 就是美國憲法 跟國會通過的法律 的效力 比國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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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憲法的本文 都總有七個章節 剛才我講 有七個章節 那七個章節 全部都寫到政府的三大 權力跟組織跟運作 跟國政府的關係 跟他的政策 完全都沒有去說到人權 一開始的時候 都沒有說到人權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美國是一個 以人權 立國的一個國家 他們是號稱人權立國 為什麼當初是 第一次憲法的本文 都完全沒有人權的事情 大家知道 因為他們那時候 有黑奴 所以他們那邊也是有些 把那個黑奴 不當成人類 一開始的時候 美國人也不是 那麼普適價值的認為說 每個人都擁有人權 他們在他們 在美國 那裡做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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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他們要提升他 有時候他們在社會 演化的時候 往上提升的時候 有時候還放不開 舊有的那種利益 對白人來說 黑人就是像他的財產一樣 不然他當作人 是當作他的財產而已 所以他們那時候有在說 不要問國家問你做什麼 要問你為國家做什麼 這就是政治語言 讓人民問這些 要怎麼參加 那些折負負負責的代表 怎麼沒有去制定這個人權 結果不是沒有制定 鄉不知道怎麼制定 到最後 因為 美國那邊的人民的一些訴求 一些聲音都有出來之後 美國國會一次通過十個修正案 這叫做人權法案 也叫做權利法案 全部都說到一種 全部都說到一種 在美國那邊 的國會都分成兩種 這在美國憲法第一種寫到的 就是中議員到參議員 說到這個部分 在參議員的 那個人當營長 大部分都是美國的負責統 來減人的 這是美國憲法第一章 第一種所規定的 立法案的部分 第二種就在說這個行政權 這就規定美國總統 他的一些相關 他的一些權利和EU 和他的一些離職 或者是觸犯法律的一些處理程序 第三種就在說這個司法案 這個司法案跟我們現在目前台灣比較不一樣 就是叫做陪審團制 我們那個美國的簽名權 他們那邊是推行陪審團制 我們美國那邊 美國那邊現在也是陪審團制 所以這個陪審團制 後面就是台灣民政府要建制的一個 司法改革的一個最大的骨幹 最大的骨幹 後面就是有一個陪審團制 他的法官是陪審定署 陪審那裡做 改稅那裡做法條 和營養法條 不可以像現在台灣民國的 才會發育才會發育 有錢發生沒有錢發育 這絕對都不可以 還可以繼續進行這種行為 第四種在說這個 國際的權力之間的關係 這個在說州跟州之間的平等 雖然你們各州都擁有 你們各州自主的立法權 可是如果人民犯罪的時候 是以屬地主義 你口比說 那邊我們在台南州犯罪的台北人 就是要引用台南州的法令去判 就是這樣 要說不 你如果台南州的人走去台北州 你就是要用台北州的法 你不能說我可以逃避 對罪犯來說他是在逃避 對那裡做比海者來說 他想說我真的要怎麼處理 比較緊骨 所以都會偏頗 我們不可以 一定要有一個 那個屬地主義的那個犯罪 罪犯就一定用屬地主義 對犯罪都看一樣 別人的孩子來我這裡 做不到事情 我跟他講好的 我自己的孩子做不到 我一樣要講好的 不可以自己的孩子說話而已 這就是在說這個東西 我第五中就在說這個修憲程序 修憲程序 他們美國那邊都是有兩個機制可以啟動 第一個就是由國會來發起 第二個就是由國會來發起 第二個就是由國會來發起 由國會來發起 那由國會來發起 那由國會來發起 這個法條已經影響到全 全補台多數 美國國民 做成他們的不便 所以他們的要求 由國會來發起 超過三文治理的連數之後 要把這個憲法做一個修正 所以美國的修憲案 第18條修憲案 是規定美國人不能喝 因為不能喝 因為這個修憲的問題 他還發動在21 21號修憲案 把第18號修憲案廢除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美國的那個修憲人 27條 都在臺民文條 就是在說這些消息的東西 就是要 大家比方 讓各位去參考 到現在中華民國 用199條的憲法 規定到哪條毛 結果做成人民的不便 美國那邊現在是很自由 而且很進步 他們的憲法在說到修憲 但我們台灣修憲 是不可能放在憲法裡面在說的 這就是要跟各位說的 一個國家自由跟憲法 裡面的修憲案 有兩個在講那個9的事情 第6中在說到這個聯邦的權利 他們可以制定法律 還可以簽訂條約 因為他們有主權 有主權你就可以簽訂條約 再來第7中在說到這個憲法 配準的定數 這樣 剛才說的憲法修憲案 剛才已經有說過 一開始的時候 包括他們美國入國後 和憲法第17條修憲案 第18條修憲案 進行 全部都不說完全平定 第19條修憲案 因為有禁止選其中的性別歧視 那個時候第19條修憲才讓 15人有做參政權 一開始也是跟15人 當作是10人的私人財產 一個國家 一開始 我們等一下看 要用這個給各位看 一開始可能我們台灣民進府定的法案 不是說很固執 不過我們要有那個向上提升的那種想法 為了我們自己 為了我們後來的孩子 我們要把這個國家 用來 讓他們越來越進步 一開始 美國也是真的沒有進步 和那些人做 那個 越廣 包括黑人 包括一些不平定的東西 他們也是要利用 慢慢他們就會改作 改作他們現在是一個全世界通共的一個國家 我們也要朝這個模式下去進行 再來說到這個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才有一個夢拜 因為我是看到他 第一雅度已經寫得不對 所以我沒想要介紹給大家 因為你不要把大家的那個 那個思想模式 導演到錯誤的地方 中華民國的憲法 總共187條本文 有12條的修正案 你如果看 那個做美國 這麼嚴重的國家 他總共7章 憲法本文 修正案27條 那日本 一開始是大日本 是亞洲統共的一個國家 他的憲法也有7章而已 一個共的國家 不用頂到一大堆的鳥毛 在 憲法裡面 中華民國頂一大堆 結果他是流氓者 法案是要頂到好事 不是頂到好事 不是頂到座 大家要記一點 所以亞洲 各位 如果去參與 有來參與 我們亞洲 要做的 台灣基本法的一個制定的動心 我們要考慮到這點 要頂到好事 不是要頂到座 要記得 這個國家 其實 流氓 來到 台灣現在 目前 這麼接近的國家 他不具 法人 地位 實際上是不具 法人地位 他真正的總統 當初是 是 金蓋舟的副總統 金蓋舟 因為 他 可以去 金蓋舟 當初 1945年 對 日本在戰爭的時候 最近有在說 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 的真相是怎樣 以我查到的 一些史料 就是 當初是我們害怕 甚至 國民黨 所巴士 裡面有很多共産黨 的人 在裡面 有的人 主張說 要蓋層 逃走 共産黨 就是要蓋層 逃走 就是要蓋層逃走 國民黨 因為他們有軍閻 他們的兵 派兵 在城門口 全部槍口 誰敢逃走 誰就是格勢無論 啊 日本兵 他們正常他們都說 說日本兵 是我 有 여eto 這個 日本人 是我演 押瓣的 民眾 他們這樣說 結果 一些共産黨 跟一些人民 要詛於的時候 他們就在抬 他們自己殺 國民黨殺死平民 還有那個共產黨 後來他們就說這個叫做清黨 清黨 清黨這個工作 做完之後 日本兵真的打一碗 打一碗之後 結果 他們又在下面 已經比日本所占領的狀況之下 國民黨派來一些選團者 還在裡面股東民心 要求這些人民 做完 比那麼多 只能做完 已經宣告被擰領狀態了 還能不能夠 按照國際法 可不可以持武器反抗 持武器反抗 就不代表他是人民 他就是戰鬥部 他就是戰鬥的單位 只要戰鬥單位不服從 壓制 那就是一定會開槍 所以我們今天台肚子 當初是 大部分都是國民黨所抬 他們槍口向內所抬 為什麼要怎麼抬 因為國民黨的人 國民黨他們這個軍團 真好名 因為他們本身很老公有一個國家 面對到日本這麼強盛的一個國家 因為現在我去留學家做日本 他們知道日本是一個真強的國家 他們不知道來跟日本戰爭 人那麼多要怎樣 就是台肆自己的人 嫁禍給日本軍 要要求國際來 借蔡日本 他們用這個方式 在打仗 所以這個南京台頭殺 這是抓他 誘賴成功的 因為那個時間點跟國民黨開城台肆 共產黨這些人 跟平民這些人的時間點 很接近 所以他把這個整個好幾個事件 全部把它歸類成一個事件 就讓日本兵去打 就給日本兵去打 一樣的作圍 我們可以看 我們回去的時候 這裡都很多年輕人 我這台房子 我覺得很高興 很多年輕人 我們回去的時候你把它插一個叫做 長沙大火 雲系大火 雲系就是孫中山 孫雲 孫雲生去進行 雲系大火 你給搜尋這個觀點師你看 在這個長沙城也是死二十八萬人 死二十八萬人 當初就是 孫雲教的軍團 要嫁禍給日本兵 因為他要致死中國人 屠殺平民 然後造成是 要把這個房子嫁禍給日本兵 還給他去看 所以他去邀請一些記者 去長沙城的外面那邊看 等一下 我們看看 日本兵是怎麼倒殺我們的中國人 結果他們在天后的關係 日本兵 那裡做不前進 差三十公里 結果登山車 長沙 他們的湖南長沙 倒火了 結果他們那裡做記者就很好奇說 不是說日本兵會來這裡大屠殺 怎麼沒看到大屠殺 日本兵還不夠 長沙城怎麼會 整個世界都倒火了 裡面死那麼多人 大家都走不出來 因為他們把山門全都帶走 不可以讓人民出去 要讓他們在那個同胞 希望 要求國際來制裁日本 這樣 嫁禍給日本兵 這就是長沙文西大火的一個 一個狀況 為了這個事情 國民黨 很不介紹 說這個東西叫做焦土政策 叫做焦土政策 寧願把所有的資源全部燒光 也不願意把資源留給日本兵 用空間換取時間 說這是用空間換取時間 我們把那個用焦土政策 讓他不能再去陷那裡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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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嫁禍失敗 這就是嫁禍失敗 嫁禍成功的就是 南京大屠殺 南京當然是有30萬人 是不可能的事情 沒有那麼多人 會走的都走的 還有一個黃河潰堤事件 一開始也是說這個 那裡 日本兵 然後來中國去那裡 一些那裡 建設 然後 要造成那裡 日本人 很殘忍在中國 進行大屠殺的那種 錯誤的那種觀感 結果淹日本兵接近的時候 他們把那個黃河的那個河體把它炸掉 炸掉之後 然後整個黃河潰堤 這次的時間都死300幾萬人 經過黃河流域 如果大家有去討論中國的歷史地理 你就知道 黃河流域那個地方是在建造的地方 為了這個 金貝卓把這個黃河炸掉 那個黃河炸掉 讓它整個潰堤之後 中國連續發生五檔的 五檔的瘟疫 那五檔有瘟疫 因為死三馬幾萬 然後那個地方 本來是建造的地方 全部都在建造 又發生大饑荒十年 這就是這樣 這就是金貝卓做的 金貝卓是自己做嗎 不是自己做 他們都是派兵去做 這些兵做做的時候 一開始大家就是說 好 既然跟日本人還在打仗 那我們暫時先容忍 大家就是容共 以前有些政策說的容共 一致抗外 當初是這樣說的 跟這個1915年的時候 日本比美國所多 日本前排 現在只有下面的人 怎麼做呢 就是因為 他都是 台市自己的同胞 買日本兵 這是屬性 這是屬性 所以他在四年的時間 短短四年的時間 你想想 他能夠 他宣稱說 對日抗戰的英雄 是民主的秀興 世界的偉人 是怎麼中國人 怎麼不要把他抵 是怎麼要把他抵出來 因為他都是威威三座 其實不是世界的救星 他是中國 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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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鎚 本土他們那邊的人 統制一個 那個 嘴翻 就是這樣 我都叫他賈總統 賈總統 賈介石 流亡來台 借用賣帥 以後命令 延續代管 介石環魂 再來 還有一個 那個 民主先生 阿輝伯 去總統 他們中國人的家 直接 直接選舉 民主 行那個 民主之名 行借殼上市支持 把台灣人關在台灣裡面 和那個中國過來的人民 在選擇 喪使囚犯 在一個監獄裡面 讓那些囚犯 擁有選舉權 讓你們自己推行 那個推個選舉出來 我那個美國是典禦長 美國只要把那個 囚犯頭把它管好就好了 這就是目前台灣的 做一個狀態 擁有 人民 台灣人民是真的 我怎麼這麼可能 沒有自己在想 擁有選舉權 他就擁有一切 實在很好笑 結果是要用管 在監獄裡面 在選囚犯頭 因為那個國家叫做 囚犯共和國 中華民國真正的總統 是囚犯共和國的囚犯頭 不是一個國家 時間的關係我講比較快 這個公平的正義 公平的正義是 那個 間接到分配 分配 什麼叫做公平 兩個人做生理的時 一個人就沒有什麼公平 一個人 所有的東西 都是你自己要負擔 兩個人 只要是社會 社會就是兩個人 叫做社會 兩個人 要分配的東西 好的東西 要分配 公平做生理 你出生理 我出生理 當然是 不可以分配 當然你要分到生理 我分三生理 這樣才有公平 這個叫做公平 一個叫做應報正義 兩個去做生理失敗 結果 有30塊 你投資7生 我投資3生 如果有半的事情 也對我沒有公平 這就是應報正義 還有另外一種 是對罪惡 那個是 适当的回應 可比這個伊斯蘭國家 他們是以眼反眼 以牙反牙 你只要給人家損害到什麼東西 你就要什麼東西背 就是這樣 我來講這個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是說這個國家暴力 國家對誰暴力 國家對人民暴力 這個轉型正義 我們要做的工作 轉型正義就是民主的國家 對過期違法跟不正義的行為 來迷步 來迷步的這個工作 轉型正義是持來的正義 持來的正義 它是先發生了一千二十八 到現在有轉型正義嗎 沒有很可能 轉型正義 我們在臺灣民政府後面修正後 一定要來推行 因為你一個新的一個 一個政體起來的時候 一個政府起來的時候 你如果不來完全來推行好的 會造成像阿扁這樣 被那個反撲 被那個惡勢力所反撲 所以他跟現在 同樣的一個作業模式 他說這個歷史工業 馬英九說是歷史工業 同一個工作 一個國務資料費 馬英九 他就派一個儀吻 去打桌 這樣OK 儀吻打桌 打桌 馬英九沒桌 同樣的事情 阿扁去做 同樣的作業模式 阿扁打桌 派一個馬永城 去幫他打桌 馬永城 金牌 那種 那種 淡水比 17檔 這樣有公平嗎 這就是有公平 有公平 中國美國公平到沒有公平 是他們說的 因為康水直說 那種 那種發營是他們都開的 是國民黨開的 淡台灣的國民 那種發營是國民黨開的 要記得 要記得 在國際上有很多種 轉型正義的案例和方式 我現在不要意義的說 因為時間的問題 很多種工作 第一個模式 我們說這個模式 在國內跟國際時間 對撇海借 要求要他心伴 再來就是 沒收賠海借 不當取得的財富 這國民黨的東山後面 就是要這樣處理 就要這樣處理 再來第三種就是 國內外的施財風沙 跟相關的機密 都要這樣改密 對過去反到那些 那些 不正當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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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行為的事情 要 把這個 實質 公注意事 要緩給歷史 一個正確的方向 要緩給歷史公道 要讓那些 做 那個 比海借 比 我 比 被冤屈的人 那個 回復他們本身 應該有的那個 那個地位 再來要扭轉 別人家的形象 把他的形象 扭轉到負面 這不是跟我們做 西班牙 以前有一個佛朗民歌將軍 也是這樣 那也是獨裁的 現在他就說 他是民主的救星 世界的偉人 這也要改 他是 那個 那個民主的害蟲 當然不是我們台灣民族 那是中國民族 對 受害者 提供保障 保障 保障 不夠的部分 有一個國際行事發言 那邊有一個基金牙 這是全世界上的基金牙 那裡有 再來對這個系統的改革 賣的制度 造成這個賣的文化 我們要改革 這都要做 包括那裡有些 一些招牌 那就是一些情侦委 那就是系統的犯罪 那就是一個系統的犯罪 會通常的一個 改革的一個對象 對台灣人 66年來的一些招牌 他們三台親 不能參加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都要規定起來 再來第七點 就鼓勵 東槌市 向善動 製造一些 不應該做的一些 摩擦 一些事件 一些族群會造成對立 那都要 要鼓勵他們 重修就好 招牌東槌市 一直以來 中國文化 在臺灣這邊 先要求 台灣民族 和鼓勵 鼓勵 移一致移 爭頭 打爭頭 這都有 要鼓勵 我們這個族群 要重修就好 再來第八就是 要 一些詩詞 他們存什麼 存 沒名 也沒錢 也沒後台 存什麼 存一個名 要把這個名叫起來 要做什麼 要交代 後台的孩子 我們不能做這種 不對 違反人權的事情 所以我們建制紀念館 和一些博物館 還有一些 以色列有一個 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 裡面還有 除了說 比杜薩者的名字以外 還有一些國際藝人 就是當初 不是跟別海是跟 幫助他們 離開 比別海 一些地方 一些人 新得樂 新得樂 當初 是日本族 以色列有一個議員 議員 議員大使 他也是國際藝人 裡面 在他們猶太屠殺館裡面 都有 對這個 我們這個 找不到人 要有一個保障 因為這個社會變成 改變換台 那個女性 收到的壓制 會比男性來得高 在那 劉鳳政府 到現在 所做的 包括議員 包括一些 那些 那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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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隱藏到 那些 系統結構性的問題 叫我們台灣人 去做他們的兵 這就不對了 這是不應該的事情 關關相戶 這就是他們 來面的文化 我們可以對這些 可以對這些 他們 軍政結構的 一些 作業模式 對這些 去對救光家的 相對責任 旁邊 流氓選舉 我們市中 當初是選掉 那些 那些 高雄市議員 我就叫出來旁邊 後來 那個 高雄市議員 還沒做 那個 圓的時候 叫他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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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 要求大家 要 踏破 巴士底監獄 他叫出來 問題 巴士底監獄 外面還有一個 很大的 那些 無形的 無形的 叫做中華民國 叫做國民黨 中華民國 你把他打破巴士底監獄 所有的台灣人 會竟然出院 我就叫出來 同樣在 附近 要叫出 旁邊 只有一個方式 交代台灣民政府 要求 美國 讓台灣 六十分 討法的主題 讓我來指 因為我來指 他沒有向這個 討法 好中 沒有效忠 台灣的主權 他沒有效忠 台灣主權 怎麼可以來 治理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才是主人 我們台灣人應該要 向真正的主權者 效忠 取得 自治權 以後 讓他們的人 要對我們效忠 才對 我們才是主人 他們是客人 他們是禮鳳姐 不過這禮鳳姐 實在很困難 都簽名了解 設定 近都外來政權 繼續 建立我們 本土台灣人 這個阿扁 這阿扁 雜記 上面有什麼 轉型爭議的難題 有什麼難題 當他做一個 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他把他的手 手握起來 按照憲法的 這個事詞 在做公報事詞的時候 說他就臨那個 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抱歉 他已經不是台灣人 他的身份 是中華民國的 立方總統 所以 他沒辦法 他拿這個來 把他 中華民國結束掉 因為 中華民國憲法寫到一大堆 完全都不捨得說 他一個國家 要按照正常程序 結束 沒有這個弱日條款 中華民國憲法寫一大堆 199條 包括修正案199條 不捨得到 中華民國要怎麼繼續 所以阿扁要怎麼做 不要做 他本來原本要做 一個轉型正義 他當作是 一部裡面說過一句話 說那些 或是沒有學獎的 或是 那個 中國人 或是 台灣海峽 不蓋過 可能很多先輩都聽過這幾句話 這就是 對他們 中國人的一個情訊 他們的男人的一個情訊 所以阿扁要你 他要把我 叫我收水 收回到中國 我現在 改定換台時 我就幫你處理 阿扁要 他從頭到尾部做全新正義 所以 如果要做 要做 要做特地 我們台灣民進府阿扁要做嗎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如果做台灣人 不要做 建制 讓我們後一台 還有更好的一個政府 林二雄 那個 當然他做台灣生的新議會 新議會議員 阿扁要家裡的人 整個都叫他台去 媽媽跟他一堆那個 最生的 很可能 那個所在現在做易光教會 林二雄 這就是在說 校園特務 什麼人的校園特務 那些高官 要求那些高官 都沒辦法撤退 都沒辦法 都沒辦法 跟我 無論我的學生人 阿扁我們台灣人 都沒辦法 讓他們的軍政人員 在那裡 在那裡 就是這樣 阿扁都要來處理 要處理 要處理的模式 我們可以比照 我們同接近 我們台灣的一個人處理的模式 就是那個 沒電了 沒電了 沒關係 時間也超高 我是說 有一幾個地方 要給大家看 我們的照片 看不完 我現在可以幫我炒一下 這就是那個 我們來講這張 這當然是 把我們台灣人 做四萬萬一塊 用四萬萬一塊 這是在北港那裡拿出來 但是 這台的孩子 我看到 我們這幾 這麼多的年輕人 我看到很開心 但是 兄弟 你們必須要去知道 我們的上一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是國民黨 把我們教的 這在北港那裡拿 你想 你生活頂的錢 如果用四萬塊 給你換一塊 你生活頂存多少錢 你台灣人有錢 人並沒有錢人 他那一塊 是說出來 就像大富翁銀行那種 他自己印的 你知道嗎 完全不具那個金元 黃金的那個 那個等值 比值 像紅毛豆子這樣 對 對 操作 對 一家美國百萬 很可能 對 用四萬塊 換一塊 很高的 我用一個大個比方 在當當初 所以是 一百九五年 日本 我們台灣後 結果 和我們台灣人 正前二十一年 跟那個人 正前二十一年 他是在打 西部 還是當部 三分之一的 關主賓的地方 其實 在馬關條 會進前 三分之一的台灣 是關主賓的地方 結果台灣人 有夠難打 打二十一年才打 打起來 很用的 其實那一年打 差不多三萬人 兩萬幾人 都打一十一年 很難打 很難打 不然他們 日本的議會 又拿出來一句話 因為法國那時候 在找殖民地 要求說 不然我們 一億 一票 不然法國 和台灣 全國台灣一億一票 你想 是 那一萬人 他跟一萬人 換一票就對了 就四億了 就四億了 他怎麼跟你們台灣人唱 就是這樣 這就是 當作是 大人頭座 大人頭座 後面我們交往後回來 也沒用 換後一張 這要向各位說的 我們都知道 東西像 橫貫公路 說要做 他們 要做 今天國內在台灣 十大建設 所做的 風光偉業 我們可以看 這在 台陸局 台陸局 那個地方 台陸局那個地方 你看 這個吊橋在這裡 吊橋我來 跟我們這個吊橋 這個筐 有啦 窩大窩 原本這裡有一個 這是在 一九十五年的時候 所有的日本人就做好了 就通了 就通了 就打通了 那裡 那裡 那裡來台灣 這樣十多萬人 但是消化預算 其實沒有十多萬人 他們都會碰風 我變一個 有一個人的薪水 我如果一個人 佔三個人的貨 我就有三個人的薪水 所以他們說十多萬人 其實沒有那麼多 他們就是在消化 我們台灣人的醫生 但是讓我們台灣人吃 這個空 用比較大的空 整個都他們打起來 打二十幾年 建設二十幾年 這但我們台灣 那裡 那裡 這很好笑 一個事情 一九 一九四空年 日本時代就已經開通了 假農民 打敗仗的農民 打敗仗還農民 國公連戰 走路來 在台灣的農民 其實是真的難民 只要有這 掛地方賣 這煎菜 他們用這個 通常要煎菜用的 就是這樣 日本時代 哪有用好 再來 中華民國立望政府的債券 發行債券 到現在是全世界不好的 現在已經不好了 沒著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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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的問題 很多東西要給各位分享 就是講到這個 做二百的時候 他們說 那個 那個 浩波春說 死角不一千 的 叫你們可以看 二十一書來這裡 像補青青幾年 開 要到二十萬 用手榴拳 用補青 用補青 袍 這要打什麼 還用煙刷 煙刷在打哪裡你知道嗎 煙刷就是 去抗手 一些比較有火的 一些先輩就知道 手跟手 扣過 一個勾一個 用煙刷打起來 在雞藍港那裡 整個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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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把你 開槍 大屠殺 整個雞藍港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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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地槍決 對 對啊 對 火車頭 第二個 那個自由稱 那個圍地 冬村去finder 是怎樣 要用到自由稱 在那裡 那 那就是因為 另外一個 日文人 ро 蔡青 四期的那個圍地 就是在那個所在公清神的 其實在嘉義火車頭就已經死八千幾人 他們21書三月十五 開義米 舟族裡面 把舟族滅春 我們這些少年回去你找舟族 你們看舟族他上面有危機百科上面 你們把關鍵字寫下來 舟族 回去去找 上面有這麼多二十世紀初 有一個惡疾 因為惡疾所以導致那個 他們的酋長沒有後代 所以他們的那個原本四個部落 剩下兩個部落 其實不是 十方部落 跳他們21書 開日米 滅春 用手榴盆 用泡 為什麼我們才知道 因為我們家就在那裡 光華村 有一些人 很可能的 那個祖族以前我們白寶族的人 就是在那裡走他們出草 所以在那裡設一個工廠 在那裡向他們出草 後來那個時間點 我們就是不敢去幫他們救 我們白寶族 我們在那裡光華村 那裡不敢去救 要怎麼樣呢 我們也是台灣人 他們看到中國豬 這樣求我們台灣人怎麼樣 我們就用一些回報報 包一些米 包一些吃的東西 你如果知道他們在那裡出草 把那個回報報 給他們的路口 給他們去救 他們就救到感謝主 不用手啊 吃手啊 穿手啊 那裡是缺乏的錢 不用行 其實不是啦 那都是我們老爺 其實不是啦 我們那個時間點就是在協助 所以我們在阿里山那裡 知道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為了這個義班 那裡是洞殺我們官民眾 在達邦這個地方 另外購入一個 這就是祖族紀念碑 用砲彈把它砲開去 為什麼要帶他們呢 很簡單 因為他說 鄒族是共產主義 為什麼共產主義 因為他們抓到沙滴 抓到一口抓到沙滴 說回去台台說整個頭盆 這樣做共產主義 這就是國民黨 寧願挫殺 100都不能放過一人 那個時間點的背景就是這樣 所以 台灣的原住民 只有這個地方 有一個特別的紀念碑 時間的問題 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我們可以共同來 大家能夠來討論 把整個我們台灣的歷史 一些轉型正義 能夠回到正確的定位點 感謝大家 謝謝